有无全能的上帝 无人能与我们的上帝相比 用我全能的主宰 到这门上显明你的爱 几秒钟荣耀神河灯的伟大 圣洁尊贵的君王 招呼万民在全地之上 为我醉流宝雪 祝为我生命 无人能与你相比 一张圈直到永远 我要养生赞美你 Oh 何能伟大的爱 高过住天生海 当首期的赞美 Oh 祝你满游 有能力 世界盼望是你 我要敬拜你 耶稣我得住 用我全能 用我全能的主宰 到这柔生显明你的爱 几秒钟荣耀神河灯的伟大 上街尊贵的君王 招呼万民在全地之上 为我罪 为我醉流宝雪 输回我生命 无人能与你相比 一张圈直到永远 我要养生赞美你 Oh 何能伟大的爱 高过住天生海 当首期的赞美 Oh 何能伟大的爱 Oh 何能伟大的爱 祝你满游 世界盼望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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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敬拜 我要敬拜你 Oh 何能伟大的爱 Oh 何能伟大的爱 高过住天生海 当首期的赞美 Oh 何能伟大的爱 世界盼望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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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敬拜你 Oh 何能伟大的爱 何能伟大的爱 高过住天生海 高过住天生海 到首期的赞美 Oh 何能伟大的爱 Oh 何能伟大的爱 搞过住天生海 Oh 何能伟大的爱 高过住天生海 我要敬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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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我的主 谢谢耶稣 荣耀归于你的名 耶和华永远做我 直到永永远远 永远坐在宝座上的王 是主 我们敬拜你 我们拥立你 尊贵全神 坐在宝座上 荣耀你的名 我们拥有你的民主耶稣 谢谢 以自爱引领 你数位的百姓 以能力带领 我回到痛在里 每时代跟随 每时代跟随 不偏不离弃 专心敬拜你 也和华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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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永永远远 命令风吹吹起 命令风吹起 命令雨提醒 命令雨提醒 宝庄中 你淹没就地 永永远远 掌权 也和华作网 也和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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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作网 你作网 直到永远 也和华 你作网 你作网 直到永远 也和华 耶和花 你作王 你作王 直到永远 耶和花作王 耶和花作王 直到永永远 明令风吹起 明令雨停息 永远永远掌却 耶和花作王 耶和花作王 直到永永远 明令风吹起 明令风吹起 耶和花作王 耶和花作王 直到永永远 明令风吹起 明令雨停息 永远永远掌却 明令风吹起 揭开 明令风吹起 每天 wün 朝翔啊 训练 明令风吹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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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街道 你正确 夜和魂 你做我 夜和魂 你正确 红颜和魂 你正确 永永远远 你正确 你正确 夜和魂 你做我 你做我 你正确 夜和魂 你正确 夜和魂 你正确 你正确 夜和魂 你正确 夜和魂 你正确 你正确 夜和魂 你正确 你正确 夜和魂 我们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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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和魂 我们正确 夜和魂 你正确 夜和魂 你占卷 夜和花 你昨晚 你昨晚 直到永远 夜和花 你昨晚 你昨晚 直到永远 我都爱你 你是如美辉煌 救耶稣 无人能愿意相比 永远作亡 谁与你相比 失去心变满夜空 当风雨向我靠近 你是冷静风平行 谁与你相比 在黑暗绽放 陈离花 全地的盼望 隐藏在你 奇妙大爱 你是荣美 谁辉煌 谁辉煌 永远同在 奇妙神 荣耀主 耶稣 无人能愿意相比 我祝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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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人能愿意相比 你而愿意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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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主耶稣 我主耶稣 无论今晚以后 我主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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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今晚以后 无论今晚以后 我主耶稣 无论今晚以后 当黑夜过去 你是我心幻肠 当清晨来的老 你和你掀上色美 你是荣美辉煌 永远同在 七秒神荣耀主耶稣 无论今晚以后 你是荣美辉煌 永远同在 七秒神荣耀主耶稣 无人能与你相比 我主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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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照亮进我们的心法 我们的灵灵 我们的灵灵 我们的生命里 主耶稣 我主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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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你发光 为你作眼作光 主耶稣 求你大大的 加添我们的力量 来侍奉你 我来完全 完成你给我们的使命 主耶稣 也求你的爱 大大的加光我们 让我们能够 爱别人 你先爱我们 我们也要爱别人 我们也要爱别人 主耶稣 感谢今天赞美主耶稣 你为我们同在 求你继续带领我们 这里每一位 向我们说话 我们把我们自己 还有一下的时间 都完全交通于主耶稣 你自己的手中 你掌权 我们这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各位丁姐妹 我们在圣公会的 这些程序当中呢 洗礼是因着信心 而进入到 神的国度里面去 我们还有一部分 就是叫做监整礼 监整礼又怎么一回事呢 两个星期过后呢 我们庆祝我们20年的 堂庆的时候 我们就会有 这个监整礼 就是在8月24号 监整礼呢 就是在教会里面 我们看见 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 有些人受了洗礼以后呢 他们还是需要 当然是每个人都需要 得到圣灵的浇灌 圣灵的刚强 现在我们叫儿童 可以到楼上去 参加儿童崇拜 如果你是 你是儿童的话 你认为你是儿童的话 可以 儿童或者十年纪小的 都可以 讲到了 这个监整礼呢 就是我们求圣灵 来浇灌 充满我们的生命 在监整礼的时候呢 受监整礼的也会 再次的重生 在受洗的时候 所立下的誓 我们神是守约的神 我们在监整礼的时候呢 我会跟大家 再次提醒各位 我们在受监整礼的 所领受的是 怎么样的一回事 监整礼不单 只是一个仪式罢了 监整礼呢 也是真正正式期待 可慕 圣灵来浇灌我们 所以在这里的 这几位姐妹 在24号的时候呢 领受监整礼 从这个时候到24号 我鼓励你 继续地求圣灵 来浇灌你 来钢强你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圣灵 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生命 都有软弱 那我们一起今天 来到神的面前 那我们还没听神的话语之前呢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 今天我们见证到 在你 在你的子民当中 这几位 你的孩子 做下了决定 要来到你的面前 要在你面前 宣告 他们要终身 一生一世的追随你 服从你 跟随耶稣 就你在这个时候 用你的话语 来钢强他们 就用你的圣灵 来鼓励他们 主我们来到你面前 今天我们也求你 通过你的话语 照着你圣灵的意思 跟我们每个人说话 我们感谢上面你 今天与我们同在 当我们敬拜你的时候 当我们继续在一起的时候 主啊我们知道 你在我们当中 你与我们相遇 所以我们求你 今天早上 无论是在 成人的生命里面 或者是在儿童的 敬拜当中 主啊你都彰显 你自己的心意 我们感谢你 奉主耶稣基督 最宝贵的圣名 阿们 各位兄弟姐妹 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 如何上帝的灵系 在路加福音第七章 第28到第30节 我们一起来看 一起来念 路加福音第七章 第28到第30节 我告诉你们 凡妇人所生的 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的 然而神国里最小的 比他还大 众百姓和遂与 遇受过约翰的 清见这话 就以神为义 但法利塞人和律法师 没有受过约翰的喜 净为自己 废弃了神的旨意 然后我们看 路加福音第七章 第33到第35节 来我们一起念 耶税 耶税从那里往前走 看见一个人 名叫马太 坐在碎棺上 就对他说 你跟从我来 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税 耶税在物里做戏的时候 有好些碎旅和罪人来 以基督和他们门徒一同做戏 法利塞人看见 就对耶税的门徒说 你们的先生 为什么和税吏和罪人一同吃饭呢 耶税听见就说 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 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经上说 我喜爱灵系 不喜爱忌忌 这句话的意思 你们去聚谋 我本来不是遭义人 乃是遭罪人 各位弟兄妹 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 在这几段经文里面 三个不同的角色 三种不同的人 第一种就是法利塞人 第二种就是 税吏和罪人 第三就是耶税自己 所以我们看见 第一段的经文里面 讲到路加福音第7章 第28到第30节 在这里 耶税大大的称赞 施洗约翰 施洗约翰 施洗约翰来的时候 他的信息是什么 施洗的信息是什么 施洗信息就是说 要悔改 认罪 认罪悔改 才能够进入到天国 受洗礼后 才能够进入到天国 我曾经相信大家 在上课的时候 或者是在 主流崇拜的时候 跟大家分享过 施洗洗礼这个概念 其实不是原本 原本不是一个 从基督教开始 乃是从犹太人开始的 犹太人当时呢 他们是不洗礼的 为什么 他们说 如果我是犹太人 我生就是来 就是犹太人 所以我不需要洗礼 为什么他们不需要洗礼 那么 我们就看了 在就业的时候 在就业的时候 什么人才受洗礼的 就是那些 要不是犹太人 外邦人 要敬拜犹太人的神的时候 他们来到 要进入到圣殿 外邦人不能够进入到神的圣殿 因为他们是 这位神是向以色列 犹太人彰显的一位神 所以他们要进入到圣殿 敬拜神的时候 他们要经过洗礼 他们洗礼的时候 就是要进入到水中 他们还没有 决志了以后 以前拜的完全不要 我们要知道 犹太人在就业的时候 是一个助神论 他们很多神的 所以耶和华是 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意思是说 还有很多主 还有很多神 他是神中神 万主之主 他是最有能力的那一位 当时的文化他们就是这样 他们相信真的是有很多神 很像跟我们华人没有什么分别 华人我们也相信很多神 所以在我们的信念 或者是文化当中 我们有个叫封神榜 封神榜只是很多神 印度人更加多神 所以很多助神当中 只有一位才是真神 所以当一个外邦人要敬拜 认可犹太人的神 是只是一位真神的时候 他们就要受洗礼了 他们说以前的我拜的 我悔改认罪 我拜的那些不是真神 我信靠那些不是真神 你才是真神 他说 以前的我全部去见了 他进到水里面去了 他就出来了 现在我只是敬拜你们 所以对过去的 一些拜偶像的 拜假神的 他都悔改说我不拜了 我不要了 我对不起神 我侵犯了你 求你饶恕我 今天我们可能在家里面 没有很大的神台 可是我们有拜什么东西 我们有说拜金钱 拜权利 有些人拜方便 什么叫做拜方便 敬拜神 不方便的我就不敬拜他 是谁是主 方便是主 方便是主 如果是敬拜神 来到神的圣殿来敬拜他 不方便的 变成是谁是主 变成是主 对不对 哪一个比较重要 哪一个比较重要 是方便变成神 所以我们近时近日 我们社会 尤其是我们城市的社会 有一个很大的神 神台很大 他的名字叫方便 不方便的话 我要敬拜方便 我要敬拜 方便 所以我们看见有时候 在中国的这些 弟兄姐妹 敬拜神一点也不方便 一点也不方便 我们看见我们的一些 内陆的弟兄姐妹 敬拜神一点也不方便 可是我们有选择 你要敬拜神 你要跟随神 还是跟随这个神的名字叫方便 所以今天我们受洗的时候 我们说方便的 我摆下来了 不方便 我要去跟随耶稣 或者是我们敬拜神 刚才其中的一个 一个誓言就是说 我们拒绝世上的 虚佛的荣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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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去这些教会 我们敬拜神 可是这些教会要不哭 你知道吗?不哭 不哭 所以呢,我说我不要去了 我去拜神 我去拜神教会 谁是神? 耶稣是主吗? 还是荣华是主? 还是荣华是主? 昨天我们跟 麦尔特 会吃午餐的时候 他讲到有一间教会 很多教会 他们在一些比较偏僻的地方 他们自己建堂 建堂当然是在偏僻的地方 要建一间教会 当然是不容易 没有办法就要自己建 会都跟我说 他说你看 你看我 我那么矮 他说我那么矮 但是教会 我站在那里 我的手可以摸到那个天花 热得不得了 他说 热得不得了 那个地方 聚聚在一起崇拜了 他说我看见事 我们要帮他 要为他建立这个教堂 他说 那个地方 因为偏僻嘛 很难找建筑的材料 所以为了要敬拜 就向大哥捧场上去 如果是我去的话 我跳跳就可能是 冬到天发 我看到 那个地方 有多少个人敬拜 一千三百个人敬拜 我听了以后 我说 哇 有时候我们冷气不够冷 我们都过去叫我 冷气太冷也过去叫我 所以各位弟姐妹 当这些 这些外邦人 他们要敬拜神 他们就觉得 以前的我不拜 我不跟随那个 我跟随这个 所以洗了脸以后 我们都 我应该早点跟你说 现在洗脸 你不能够 没有回头了 我只敬拜这个神 可是这位神 是一位守约的神 他不会亏待我们的 阿们 他是赐怜悯的神 赐恩典的神 他不会亏待 所以 当施洗约翰 来到这里 讲这些道的时候 他说 你们悔改 你们认罪 因为你们拜的是 你们什么 犹太人 这些 法法里塞人 他们当什么拜 他们当律法来拜 他说不是拜律法 是拜赐律法的那位神 有不一样 有不同 不是敬拜 不是当律法来拜 而是拜赐律法的神 神的话语 这些律法 都是神的话语来的 神的话语 有没有能力 有能力 神的话语是圣洁的吗 圣洁的 可是我们要拜的 不是神的话语 是神话语 讲话的那位神 所以耶稣 我们为什么敬拜他 因为他是神的话语 他是神的道成肉身 道成肉身 所以我们才能够敬拜耶稣 我们只要敬拜耶稣 跟随耶稣 神的话语是蛮有能力的 神的话语就是真理 神的话语 在一个 一位耶稣的身上彰显出来 完全彰显出来 所以我们要跟随他 要跟 所以 当 世行约翰 当我一讲这场道的时候 哇 很多人认为他们自己的生命是有罪 他需要 他需要悔改 甚至也是犹太人那个时候 他知道他们是犯了罪 他们也要去悔改 可是呢 法里塞人呢 眼睛被蒙瞎了 看不出来 为什么没有洗礼 我不是犹太人吗 你叫我洗礼是无路 可是有些呢 睡礼 睡礼和罪人 在路加福音第七章里面 第29节 众百姓和睡礼 接受过耶翰的洗 听见这话 就以神为一 这些睡礼是谁 法里塞人我们知道了 睡礼和罪人 为什么这节经文里面 罪人当中特别讲到睡礼 这些睡礼是谁 他们是什么人 他们是犹太人 各位弟姐妹 他们不是外邦人 为什么他们叫做 把这个睡礼挂在一起 变成罪人 是什么原因 是因为 当时是 就在犹太人的地区 他们也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 他们要收税了 对不对 罗马的政府要收税 所以犹太人 他就说 犹太人 我就是委任 犹太人收税的那个 犹太人收税的这犹太人 其中一个例子 刚才我们昨天就是马太 马太 马太 他收税了 他说OK 你现在有 有多只羊 一百只羊是吗 收税 十只 十只 我收 其实呢 他有打捕头的 他收了十只羊 他可能只是给 给政府五只罢了 五只自己静带的 所以他们很恨这些税里 叫他们贪污 所以你讲到税里的人 就是贪污的人 哦 就是当时就是这样 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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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多只羊 过了两百只羊 OK 现在要收你三十只 你给了三十只 十五只 他静带哦 所以税里变得很有钱哦 可是他们呢 他们是 只有经过他们 才能够向政府缴税的哦 没有办法一定要给 所以给了心中里面的怀恨 因为这些人呢 是不正当 第二 犹太人认为呢 他们在受在 在罗马帝国统治之下 是很羞辱的事 这些这班人呢 跟那些我们 我们不服从的人 跟他们做工哦 看不起他们 讲他们是为敌人 来做工的 所以认为他们是罪人 认为他们是罪人 可是呢 这些罪人 在路加福音第七章里面 就算这些罪人呢 也知罪 领受约翰的施洗 领受约翰的施洗 所以在第三十三节 所以在第三十三节 他说人子来了 就是说耶稣说 我来了 我又吃又喝哦 你们却想我是堂吃好酒的 怎么搞 不吃牛讲 吃牛讲哦 不吃牛讲 还想吃税里和聚人的朋友哦 但这些都以智慧为师 为什么 法利塞人心已经刚硬了 他刚硬了 他看不见神的周围 各位弟姐妹 我们的人生里面也是很重要 如果我们心里面刚硬的话 就算耶稣出现在我们面前 我们也认不出他 心中千万千万不要刚硬 千万不要骄傲 被刚硬的心掌控 被骄傲掌控 自以为是掌控 这些法利塞人 他们不是读圣经的哦 他们是圣经的老师耶 可是如果心中败的那一个 是律法 而不是赐律法的神的话 那我们就会走势很多 神的恩典 神的怜悲 神的仁慈 那么 所以里和罪人呢 他们虽然自己是有罪 可是他们却认可自己的罪 能够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 认可我们自己的生命 是有罪 是有软弱 不是自卑 不是自我 责备 乃是 来到神的面前 仰望 仰望神的救恩 仰望神的恩典 仰望神的拯救 仰望神的饶恕 期待神的饶恕 那么法里塞人知道神 却不认识神 也看不见自己的罪 如果我们看不见自己的罪 我们就没有办法 可以认罪悔改 我都看不见我自己的罪 你叫我认什么 你叫我认罪 我看不见我自己的罪 我看不见我自己的缺陷 你叫我怎么改 有些人在说你要改变 我为什么要改变 我是十全十二美的吗 我没有什么需要 要改变的 如果看不见自己的软弱 看不见自己的短缺 我们就不会想到要认罪 没有认罪 又怎么会有悔改 所以 撒法里塞人就是这样 他们知道不认识神 也看不见自己的罪 所以听见约翰施洗 约翰施洗的时候 他们拒绝 他们为什么我要洗礼啊 第二 所以你和罪人看见自己的罪 并向神的使者寻求救赎 我们看见自己的罪 不要就是活在自卑自知的感觉当中 因为我们有一位救世主 就是耶稣 他会饶恕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他的救赎就是我们所需求的 第三 耶稣是通过神的眼目看待他们 耶稣看人不是只是用世素的眼光 甚至于是我们自己的 我们自己的道德的眼光看 如果耶稣以道德的眼光看 根本就不可能跟他们一起吃饭 一起喝酒 是不是 可是他是以神的眼光看 神的眼目看他们 神的眼目是怎样的一种眼目呢 我们看下一段经文 录教福音第7章 第36到第50节 录教福音第7章 第36到第50节 来我们请念 有一个法里赛人 道德格主 为神的佛中台 您问什么 人呢? 福音第17章 进而要画的 人生的晴舒 人生的 majesty 耶稣说 因着赛主有两个人欠伤在 因着欠伤在两次 因着欠伤在两次 因为越来越长越长 赛主就开发见了你们两个人在 这两个人来一个人就开发 心里面来说 好像是那多得恩恬的人 耶稣说 同意忘了共同 因着欠伤在那里人 便对欠伤在那里人说 你看见这里人吗 我进了你们家 你没有为我自己去讲 但这里人又面对色恶的讲 没有佛法擦干 你没有遇过清罪 但这里人从我进来的时候 就住在这种经文讲 你没有永远遇过我的头 在这里人又相当莫的讲 所以我告诉你 祂是一个最佛的圣灵 因为祂的爱多 祂的圣灵少的 祂的爱就少了 于是对那里人说 你的最盛免的 同行的人心里说 这是什么人 基盛免的罪灯 耶稣对那里人说 你的心救了你 平平安安的回去吧 这经文就是我们刚才读的上面这几段经文里面 这也是主要的一段经文 就是刚才我们读在路加福音第七章里面的 讲的都是给我们一些背景 给我们这件事项的一些背景 那么有一个法里塞人请耶稣去他家吃饭 这个法里塞人也请耶稣去他家吃饭 肯定这个法里塞人对耶稣的教导 也是动了心 也是尊重祂 那各位对不对 这个女人 这个女人拿着圣香膏的玉品 一个女人当时是 这个是法里塞人 这个是法里塞人的一个家 肯定的就是在一个犹太人的社会里面 那么一个女人如果是有圣香膏的玉品 那个是什么意思 那个是什么意思 第一 我们知道这个玉品是很贵的 香膏也是很贵的 第一 我们知道就是说 这个女人的背景是相当是有钱的 第二 为什么女人会有这个圣香膏的玉品 在犹太人的熟悉里面 每一个还没有出嫁的女人 她们都会自己预备了一个圣香膏的玉品 这个香膏的玉品就是代表什么 是她的嫁妆来的 她的嫁妆来的 所以我们看见 在福音里面讲到 甚至于在其他的福音所记载的 就是甚至于他将那个香膏的玉品 把它敲碎 意思是什么 他说我最宝贵 最宝贵的 这财物 我给你耶稣 他来到耶稣的面前 他把它最宝贵 最宝贵的 带给耶稣 所以 可是 当时犹太人 他们都明白这个原则 可是法里山人却怎么样呢 我第38节 他用眼泪 设了耶稣的脚 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 用嘴轻轻他的脚 把香膏抹上 各位听见 这个香膏 这个玉品 它不是有个盖的 没有盖的 不能够倒出来的 如果是一个没有盖的玉品 你要拿他的香膏 我们应该怎么做 打碎他 他是打碎那个玉品 拿了香膏来高 耶稣的脚 这个是很动人的 很动人的一个画面 可是当时的 法里塞人却怎么说 他们心里说 请耶稣的法里塞人 甚至敲请耶稣 刺犯的那位法里塞人 心里面也说 这人若是先知 必知道摸她的是谁 是个怎样的女人 是个罪人 他看不见这个女人 是多么的谦卑 懊悔 为她的罪来 感到懊悔 我们 圣洗礼的 这几位姐妹和弟兄 都来到耶稣面前说 我为我的罪懊悔 我为我的罪懊悔 那么这个女人肯定是 对她的罪很懊悔 把她最宝贵的 也交给耶稣 以泪水 来到耶稣的面前 来洗她的脚 这个不是一个 知罪悔改的彰显 可是 法里塞人却看不见 看不见这些 只是会论断这个女人 这个女人 不检点的 这个耶稣 你知道她是谁吗 给她乱摸 可以的 可以这样子的吗 有时候教会 也是这样子 我 误证了 那么多年 有时候教会 也会有弟兄姐妹说 这样子做应该不应该 我说 你看了那个 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是一个罪人 还是需要拯救的罪人 有时候 教会里面 也是因为这些 这些事情 搞到呢 教会里面 分支 有不合 甚至于 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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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遇见过 有些人 有 有 有 感谢主 不是 不是 不是很长 甚至于 因为这些 问题 而离开教会 然后这些教会 怎么 怎么 怎么可以这样 这样子做 我不是说 我们要 我们要 继续的去 去接纳 那些罪 可是我们是 接纳罪人 弃绝那个罪 我们跟那些罪人说 耶稣爱你 神爱世人 对不对 你和我 都是 都是 私人 对不对 在街上 外面那个 也是私人 对不对 都是神爱世人 神都是 爱我们的 无论是 我们是罪人 还是义人 其实呢 圣经里面讲到了 世上没有义人 我们都是罪人 我们都犯了罪 所以 耶稣 都爱罪人 爱罪人 罪女也好 这个 这个女人 甚至于 她那个时候 在 社会 严重的罪人 她都 爱 他们 可是 她爱 这些罪人 她不是说 你可以啦 我爱你啦 你是罪人啦 你要犯罪 你继续犯罪啦 刚才我们看见的 第五十节 里面的讲到 你的信 救了你喔 第四十八节 一次对那女人说 你的罪赦免了 你看 如果 如果 如果耶稣是说 容忍她的罪 她根本就不会跟那个女人说 你的罪得赦免了 公正前面 罪的公家是什么 罪的后果是什么 死罗 死罗 这个死是什么死 跟神永永远远的 个别 对不对 可是在第五十节里面 耶稣对那女人说 你的信 救了你 这个字救了你 这个救字 就是希腊文里面的 sozo 这个sozo 包含了什么意思 不单只是拯救的意思 也是医治和释放的意思 当耶稣来到我们生命里面 我们得了救恩了以后 我们不单只 得到 进入到天堂 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也能够领受 祂的医治 心灵的医治 魂的医治 灵的修复 我们都能够领受到 从捆绑当中被释放 也是包含在 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 奉耶稣的名 我们都可以领受这些 所以耶稣说 你的信救了你 也可以说 你的信医治了你 你的信释放了你 平平安安的回去吧 那么怎么容易 那么容易 对 同些人都说 在那里出息的人都说 第四十九节 同些人心里都说 这是什么人 尽赦免人的罪 不是罪 他们很明白 很明白神的话语 我们犯罪就是要死 与神个别 那么这个人 怎么可以说 这么简单 就说你的罪得赦免了 他凭什么说 第一个出发点 就是说 只有神才能够赦免人的罪 所以法利塞人说 这个耶稣 他当他自己 是谁 是神吗 其实的确他是神 的确他是神 第二 罪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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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这个 没有代价 没有赔偿 怎么样 可以得赦免 耶稣跟 那个女人说 也跟我们说 你的罪 得赦免 你去吧 你的罪的后果 我当上十字架去 耶稣那时候 跟这个女人说 就好像 我们用这个 信用卡 这样 信用卡 像我们先花了卡 业尾才还钱 对不对 耶稣说 你的罪 得赦免了 那么罪的公价呢 我上十字架的时候 我带着上去 我带着上去 那个就是 耶稣为我们 所做的 即使罪胜多 当我们来到 耶稣面前 我们都得赦免 我们百百 从上帝那里 得怜悯 因此要选择 怜悯 因为 耶稣在这里 在第四十节 对西门说 我有一句话 要对你说 西门说 夫子请说 四十一节 耶稣说 一个债主 两个人欠他的债 一个欠五十两银子 一个欠五两银子 因为他们无力 偿还 债主就开恩 免了他们两个人 这两个人 哪一个更爱他呢 西门回答说 我想是那个 多得恩免的人吧 你断得不错 耶稣在这里 讲的时候 如果是我们知道 我们的罪 有多么深 我们的罪 我们的罪的债 有多么的大 当我们得赦免的时候 我们说 哎呀 感谢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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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 我们去 去餐厅 或者是去茶店 喝茶 的时候 遇到一些朋友 走了的时候 还了钱的 哇 谢谢你 谢谢你 那碗面可能是十五块 你要加料 二十块吧 加一杯茶器 咖啡冰 二十五块吧 谢谢你 谢谢你 如果是有个人 只要跟你说 你银行欠 多少钱 我屋子还没有还完 还欠五十万 我帮你还掉 你会讲 你会说 哎呀 谢谢你 谢谢你 这样子吗 不是哦 你会怎么样 谢天谢地 你会抱住他 吃一碗 人家为我们付 二十五块钱的 一碗面 跟一些水 我们不会说 哎呀 他谢谢你 你抱住他的茶店 你抱住他 我真的是很感动哦 你一直哭 你和我不会这样子的嘛 对不对 可是一路人说 你欠银行的 你的 你的贷款 五十万 我还完了 你会怎么 真的会抱住他 哭咯 感恩咯 耶稣问的 西门就是一个这样的问题 各位弟兄姐妹 上帝的恩典是 祂的恩惠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祂的仁慈是不会改变的 可是我们领受多少 只有看我们自己 看得见我们自己的生命的短缺 有时候不是只是罪罢了 有时候就感觉到 没有能力的时候 上帝帮助我们 哎哟 感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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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我们祷告 做学生的 做学生的 你的功课本来就很好嘛 你祷告的时候呢 就你给我一个A 你本来就是A的学生嘛 你拿到A了后 你说感谢主 如果你是一个学生 是从年头到年尾的 都是F的 都是F的 你求主 就你给我个A 你拿到你的成绩站的时候 拿A的时候 你会怎样 你会说 感谢主 感谢主嘛 不是咯 你会哇 你会跳下去咯 你会到处去请人家喝 喝茶咯 你会高兴得不得了 大声的欢呼 为什么 因为神真的是对我很好 很好很好 在我没有能力的时候 祂帮助我 祂的仁慈 祂的怜悯 祂的恩典 祂的爱 我们领受多少 就是我们要看我们自己 我们看得见我们自己的软弱吗 我们看得见我们自己的软弱吗 如果我们看得见的话 我们就特别的感恩 感恩的人就会怎么样 感恩的人就会吃怜悯 吃仁慈 对人 以耶稣的眼目看 只有当我们用联系的眼目看待他人的时候 为什么那么重要 刚才我们看见马太福音第九章第十三节说 经上说 耶稣说 经上说 我喜爱怜悯 我不喜爱祭司 为什么 祂说 神不喜爱献祭 我们的奉献 我们的西施 祂不喜爱 祂更喜爱的是怜悯 为什么 因为当我们用怜悯的 只有当我们用怜悯的眼目看待他人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看见罪人需要耶稣 而不单单是应该受到审判的罪人 法里塞人心中没有怜悯 没有用怜悯的眼目看 同一个人 法里塞人看 耶稣看 他们都认可 他们是有罪的吗 都认可 都认可是罪人 可是耶稣看到的就是 这个罪人需要拯救 法里塞人看见的是 这个罪人需要被审判 分别很大 分别很大 如果我看见一个人需要被审判的话 很容易下步 我就变了审判官 如果我看见一个罪人需要怜悯的话 我会变得怎么样 我会变那个赐怜悯 赐人爱的 仁慈的 各位弟姐妹 我们教会在英文部已经开始了启发课程 中文部启发课程也要开始了 我们在启发课程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邀请那些还没有认识耶稣 还没有跟随耶稣的人 罪人吗 罪人 不罪人 不要紧 只要我们能够用怜悯的眼光看 仁慈眼光看 看见都是罪人 可是需要耶稣的罪人 需要耶稣罪人 所以当我们开始启发课程的时候 我在这里也要鼓励 大家从今天开始 求神赐我们一个怜悯的眼光 用祂的眼光看罪人 我们不是否认他们的罪 不是讲OK的 你这样子做OK 神很爱你的 不是 不OK 我们犯罪一点也不OK 我们犯罪的话 耶稣死 怎么会是OK 怎么是算了 什么是大不了 不一点也大不了 很大件事 上天儿子 独生子 死在十字架上 那个不是大件事吗 比我们能为上帝献上的 任何更大的祭司 是通过活出祂的怜悯 而牺牲我们的审判权 我们每个人很容易 就有把自己分为法官 我们审判人 以我们自己的道德的眼光看 不是说我们放弃我们的道德观 我是说 看见罪人的时候 以耶稣的眼光看 像一个常常犯错的人 常常 犯罪的人 以耶稣的眼光看 我在这里跟大家讲 我不是批评各位 上个星期我们在吉隆坡 我会讲过去也是主要的原因 也是要做一点身体的健康的检查 那么有天我们在住宿的时候 我们去叫Grab 那个Grab 我们住的地方是在这样子的 你等Grab的地方是在底层的 那么底层上面就是购物广场的另外一个门 它是一个上一个下 所以如果是那些加Grab的 他们不知道那条路的话 他们跟着Waze去 他们就会上上面去 那么有个Grab的自己 在上面去 他说 我的App说它已经到了 怎么会在哪里 我就打电话给他 他就很没有礼貌跟我说 喂 喂 你在哪里 他说我在这里了 我讲 我到了 你那里有到 我到了就是 他说 这边吗 这边Grab吗 我讲不是Grab 这个是住宿的地方 所以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 他还跟我说 你要搭车 你都快快来找我 我讲我不是本地人 我现在来找你 我就很急了 跟Waze都讲 我们去找 走来走去 在五分钟内 找到那个地方 他已经走人了 他cancel了 我被发三块钱了 我火滚到他 我跟你说 我火滚到他 被他发了三块钱 被他发了三块钱 我火滚到不得了 我就说 怎么发了三块钱 我在Grab的App里面 我一直气 一直气 一直气 一直跟他们讲 不应该这样子 不应该这样子 我就很 就很气了 就发了一个 一个投诉了 发了投诉 发了去 我又不知道有没有过 我又再打过第二个 是 我的女儿说 哎呀 那个Grab说 这个人一定是很生气 我是很生气 所以我跟你说 那个时候呢 我对这个人呢 根本一点没有怜悯的心 我只要他受惩罚 哎 这个是几天前的事哦 是我当我回顾下 我的信息的时候 上帝跟我说话 上帝跟我说话 你看 你没有用怜悯的心 看这个人的话 你就会追讨他的罪 你一定要他偿还 你要审判他 你会 你已经是 你已经是 你已经是论断了他 如果他今天说 还要来启发课程 你可能这样 你不要来 各位就讲 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软弱 我在这里不是批评各位 真的不是 我自己在这时候 我愿意牺牲我的审判权 我说我愿意牺牲我的审判权 三块钱哦 你知道吗 五点关 五点点 某点点的给他扣了三块钱哦 不过换句话来说 只不过三块钱罢了 我只要下一架 Grab的时候 更加便宜我 便宜过他的我 所以没有亏损 只是那口气不顺 有时候就是这样 我们心中里面 怀着一种厌恨的话 我们看不见 我们不能够 以神的眼光 看那个人 我们就会走失掉 所以神也在这个 我分享的当中 给我一个很大的功课 我自己本身是很要警醒 有时候我们就是这样 抓住自己的审判权 是我的权利嘛 my right my right 为什么不能够 可是 耶稣说 你可以不可以用我的眼光看他 所以我也没有去追究了 我也没有去看Grab 有没有拆取行动了 我就算了吧 我说我愿意释放 我愿意 我愿意放开这个人 我愿意 我还没有见过他的脸 因为他走了 我没有看过他的脸 也对一个没有见过的人 有那么大的这些怒气 思想一下 甚至我们生命里面 我们常常每天遇见那个 看那个人的脸 我们就火滚了一个 很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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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主吃民 求主吃恩 那么我自己回顾一下 我自己可能是不是 也有冒犯过人 有啊 我有冒犯过神吗 有啊 那么神怎么来看待我 他说我爱你 你认罪悔改 你的罪得赦免 你平平安安地回去 他说神你的恩典那么大 我真的很像 感觉很像那个 那个 那个不忠心的仆人这样子 或者是不感恩的仆人这样子 自己的罪那么大 自己的债那么大 被神 被神 饶恕了 那三块钱的债也不肯放过 那我们一起来祷告 能够跓下来祂的仆人 东西版高 你的怜悯 你的仁慈 你的爱 在耶稣的身上彰显出来 当我们知罪悔改 我们认罪 知罪认罪悔改的时候 你饶恕我们的罪 你释放我们罪的债 求你今天 让我们再次的回顾我们生命 知道我们的生命 是多么充满怜悯的 领受到你怜悯的 今天也是我们 一颗怜悯的心 好像我们看见我们是这位的人 不为我们自己的道德 的期待 来衡量他们 乃是通过耶稣的 怜悯的眼光 怜悯的眼光 来看待他 来看待他 秋中融化过这颗刚映的心 让我所有眼泪都为你而流 就此次我一颗柔软的心 好久我能活出一只领意 就此次给我一颗焚烧的灵 不再为我自己而为你百姓呼求供应 主耶稣 怜悯你的百姓 主神里 打开我眼睛看到你心意 主耶稣 触摸众人的心 恢复我 起初的爱心不是为我 不是为你百姓 那我们一起站起来唱再唱一次这首歌 就此次我一颗怜悯的心 就此次我一颗怜悯的心 就此次我一颗柔软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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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我一颗柔软的心 好久我能活出一只领意 请主赐给我 一个分伤的灵 不再为我自己 而为你白喜 呼求公寓 主耶稣 联听你的百姓 主胜利 打开我眼睛 看到你心意 主耶稣 触摸种人的心 恢复我 基础的爱心 不是为我 而是为你白喜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